第19题 乘上题分出胜负后 水滴头继续在光滑水平面推动塑胶块 测得顺时速度的大小为每秒5公尺 请问此时塑胶块的动能为多少 我们晓得动能的计算风势是1⁵mv平方 那我们的塑胶块的质量是2公斤重 我们的速度是5要平方 所以呢我们消掉就是552525焦耳 第19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时塑胶块的动能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 25焦耳